国内疫情严峻疫苗供不应求 民签团体以及企业纷纷出手 希望能够加速疫苗入台 而此期基金会也传出 有意购买莫德纳 交生等两款疫苗 政府需要民间的力量来补它的不足 那当然了 此期一定不落人后 一定会来尽力来帮忙 国内疫情严峻为了降低染疫风险 施打新冠疫苗的需求越来越多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现在有许多民间团体及企业纷纷出手 希望能加速疫苗入台 而此期基金会目前也正在接洽当中 第一个我们当然这些大厂接洽的人 我们要先有这个管道 那当然我们CDC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 那很多美国我们有很多此期人 有些认识的朋友 尤其是药的大药厂 这些当然有一些管道 主要的都在美国这边 那到底有多少 那就看政府的需求 那比如说佛光山有50万 那个郭台铭郭董事长500万 等等的 那我们就配合政策 有需求 多少量 我们到时候就会决定 不过联络这样子的一个厂 我们有需要 政府有需要 随时就可以启动 慈激医院院长林兴隆表示 基金会目前正在透过各种管道 多方寻求洽购合法疫苗 如果政府需要民间力量支持 就会遵循中央规定 依照作业流程申请 而目前还在等待具体结果 一旦有好消息 就会对外说明 记者 薛丽琴 画电视报导